据网友报道,萨莉娜·科美兹虽然把硬死交给男朋友打理,但并不代表她对某些黑粉的恶意评论完全不知晓,尤其是早些时候意大利设计师斯蒂芬诺·加班娜在网上引起渲染大波的南看一说,今年的纽约时装周上,萨莉娜身穿黑色皮衣,从前开始编起了发便,扎在马尾,头上还带着闪亮的UJLY发式,用创业性的自嘲使力回对南看的评论。 对于普世流行的美丽标准,萨莉娜自己有看法,她曾公开表示,对身体的自信、自爱以及健康,要比迎合大众苛刻的审美标准重要得多。 美丽神话,一种对身体完美的痴迷,将现在女性困在一个无尽的绝望、自我意识和自我憎恨的循环中,因为她试图实现社会上对不可能的完美之美定义,我选择关爱自己,因为我想这么做,而不是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情。 萨莉娜承认,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自信会被他人动摇,我也是其中之一,我很清楚也很了解那种感受和害怕的事,但是最后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感受。